音乐谱写华丽人生 指尖上跳动的琴弦 启迪孩童教育 昨天由著名钢琴家 教育家柴琼炎博士 创办的音乐教育培训音乐秀 在东方艺术中心省大开演 来自国际的豪华教师正龙 开启一场超凡脱俗的听觉盛宴 柴琼炎现场演奏的多媒体作品 《知音》将钢琴演奏与书法 进行完美结合 可以说是如同行音流水一般 在专业的艺术舞台上 让现场的观众 获得极佳的试听体验 《知音》将钢琴演奏与书法 观众们大巴尔夫的同时 视觉上也是相当丰富 集合了最新的即时电子音乐 《良工智能》等多种表演形式 与中国分元素的结合 专专与中西蕙翠翠的精华演绎 可以说是太为观止了 对于钢琴培养而说 不光是一项具有审美体验的高级艺术课程 同样也是对于孩子们教育 启门阶段的重要修炼 柴琴演教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并受之以于 为在座的琴同做好了优秀的榜样 也期待未来的孩子们 可以在音乐领域上再闯辉煌 那在这么穿重的一个音乐环境里面呢 AI国导师特别的有兴趣 找到了我的热情 就是和活着的作曲家们工作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都弹死去的作曲家的音乐呢 他们也不能给我什么意见啊 然后很多很多的演奏家们已经弹了 以前被一贯变非常好的CD 那为什么还需要我呢 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当然其实当然 每个人的特色都不一样 可以把八个谈得很紧密 可以分谈得很紧密 把第四个谈得非常非常厉害 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硬材施教才是对青童们最好的教育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